今日,中国声称自己具有特异功能的张宝胜,因为医治无效在北京去世,在网络上引起很大的讨论,不知道了有没有人记得。 1989年,比张宝胜更有名气的特异功能器工大师,也就是海登法师,在成都因为癌症最终不至身亡,出生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人,对海登法师并不陌生。 但是关于他的去世,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故事,迪海登法师1901年出生于四川江游,原名伴母病,五岁的时候便失去母亲,在父亲的照流下艰难的成长。 年仅七岁的海登法师,不仅跟随自己的舅舅学习了一首好武艺,还在后来通过努力考上了当时的四川政法学院,后来这个学院并入了四川大学。 在大学期间,还阴差阳错地学到了中医针灸的本事。 从学校毕业后,海登法师变混迹江湖。 1949年后,海登法师多次参加全国性的武术比赛。 一时间学起,又因为有相当的门学功底,其著作也受到了外界的好评。 但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,海登法师开始变得不接地气。 丢少年的时候,海登法师曾经上过松山少林,请求真君法师指点功夫。 真君法师玄契海登法师一身江湖气,闭门不见。 从那以后,海登法师就自己创造了一个少林乳丰和尚,声称自己是乳丰和尚的那世弟子。 了解少林的人都知道,少林的和尚是按照字来排列的,至今都还没有乳自卑的和尚。 因为自称是少林弟子,在成名之后,又结识了虚云大师,常年跟随在虚云大师的身边蹭热点,增加曝光度。 同时,海登法师第一纸禅,也被世人关注,成为当时的热点话题。 这些就不说了,海登法师居然声称自己有特异功能。 在那个时候,人们对癌症的认识尚且不多,海登法师就宣称自己的气功就可以治愈癌症,不需要吃药,也不需要去看医生。 DUF听到这样的说法后,海登法师的名号更加响亮了。 不仅在全国各地掀起了气功热,还招来了一大巴,想要跟海登法师学气功的人。 其中就有一个人物名字叫做颜辛,颜辛学成之后, 就宣称自己能够用一面操控食物,还能包治百病。 这为著名的就是1987年的达兴阿里火灾。 大火烧了好几天才被火紧扑灭,当时颜辛也在场, 却无能为力,之后却声称灭火和自己有关,国内一时间恍然。 颜辛原本是个大专毕业的,曾经还干过主任的工作, 但打小在心里就有一个愿望,那就是要做个教授。 于是托人找到清华大学的张夏文,张夏文端然拒绝。 海登法师成名后,盛林沐以为他是少林弟子,便他回去讲课。 这一讲课没讲出个什么不要紧。 重要的是海登法师在之后又多了一个头衔,那就是他曾经登过少林寺的方丈。 他敢说,海姐真的有人敢信,为了宣传海登法师。 在90年代,还出过两部电影,一部是海登法师,另一部是海登传奇。 这些电影的推出,更是让海登法师,在全国范围内更加有名气了。 随着名气的不断增加,海登法师便以少林方丈的名号在外边大次宣传。 这件事情引起了以微信及宣传工作负责人的怀疑。 于是写信给中国佛教协会请求何时。 佛协会照普出会上专门回信,来信缝隙,海登法师是中国佛教协会的理事。 会武功,几年来,许多报纸对他的宣传报道,甚至电影制片厂为他拍摄真皮影片,做得过度。 不仅少林斯发生问题,还有其他的事,也不免失贸,但事情已经过去。 郑炳浩同志写稿称轻,有些不够及时,死在报纸刊物上在有这类报道时,以读者来信的方式,针对发表类好。 以上意见,供参考,以上回信,则从另一个角度证实了海登法师,对自己的宣传多少有点虚假的成分啊。 自此以后,他便不再用少林方罩和名头给自己做宣传。 DUV1989年初,海登法师因为患上癌症病重。 那个时候,全国的气功崇拜者都在等着这个传奇医生的人物,如何利用自己的气功救自己的生命于谁火。 海登法师的弟子言心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,表示愿意发工为自己的恩施治病。 他声唱将一张药帮放在海登法师的枕头下面,然后发工,不需要任何药物,就能治好海登法师的病。 当时就有记者问海登法师,严谨的做法可不可靠。 海登法师的回答是,我说可靠,你们不信,我说不可靠,严谨不信。 1989年1月10日,海登法师病重,被送往成都市人民,最终因为医治无效而去世。 这个消息传出后,许多特异功能的追随者们对海登法师失去了信心,真正开始思考科学和伪科学的问题。 1989年底,一名名字叫做靳永祥的记者发表海登现象,八十年代的一场造神运动,和海登法师神话的破灭,受到各家媒体的疯狂。 此时引起海登法师弟子但因连的不满。 在1989年8月,把靳永祥告上了法庭,对靳永祥的关于海登法师年龄造假。 户口造假的问题进行了举证,证明了靳永祥的说法有部分不实。 法院最终决靳永祥败诉,靳永祥在这方面,确实考虑不够周全,叛他败诉也是法治精神。 然而,关于气功能够治癌症的特异功能,那个时候已经不需要法院的判决,已经不攻自破。 时隔这么多年,张宝胜的去世,又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。 想想那八十年代近乎疯狂的气功热,当年的参与这么或许有另一番感悟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